哈喽兄弟们,我是你们的大帅哥八戒啊 今天晚上有一位福州的车友要把手里的土瑞出手掉 今天晚上,现在我们正在出发去看车的路上 然后到地方呢,正好给你们拍一拍这么一台11年上牌的大众土瑞 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二车的东西一车一旷,是吧 今天咱先验一下车,看看这台车怎么样 然后给他评估一个大体的一个行情价格 虽然你们在评论区总留言说让我多拍我自己的脸 但是我讲车是以二车为主题 所以还是给你们多拍点车吧 少看我这张脸,我怕你们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我 废话不多说,到地方给你们安排那台大众土瑞 晚上光线不太好 我们搜车三人组,我弟弟,带上大表哥 我们仨子,今天验这台大众土瑞 车主挪一下车,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 晚上验车不太好验 这台车,验车之前跟车主沟通了一下 这台车是他钉帐钉过来的 刚从湖北提回来的 刚验车,这个灯壳后边就坏了 这之前肯定是撞过,撞完之后他没有更换 只是拿胶粘了一下 然后前头缺少了不少配件,不少盖板 这一瞅就是明显的前准一套 整个前头都更换过 然后仔细看了一下发动机,发动机也动过 这台发动机啊,现在的工况很一般 虽然没打着火,但是我看到这发动机缝隙有很多打过胶的地方 第一眼对这台车的印象就非常不好 可能今天又要收拾失败了 这台车呀,车况真的是非常一般 首先看这个发动机 上面机械增压和下边连接处 这些水泵之类的都有过更换的痕迹 这就说明这台车基本上公里数特别大 然后机盖没有胶口,这个机盖是后换的 标贴都没有了 然后整个前头呢,凉这个部位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整个前准这一块已经都是更换过了 咱们接着再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内饰 他们现在验门的胶口,我就验一下这车的内饰 看这个座椅磨损程度已经边上开裂了 说明这个土瑞的功率数特别大 绑把的区域磨损也比较大 还有底升这一块 然后这台车呢,是一个中配的 它没有单拿的音响 可以看一下门板没有单拿的标识 所以记忆啊,这些功能还是有的 说到这儿,我给你们补充一下啊 土瑞这台车是一台非常耐磨损的车 你就像它的挡把球子,还有座椅 这些皮质非常非常耐磨 如果内饰磨损程度非常严重 说明这台车开的功率数得老大老大了 不接受任何反驳 土瑞这台车,我对它的了解还是比较深厚的 因为我之前领导开的就是一台柴油的土瑞 然后验到后边的时候 看这个胶口发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这台车左右胶口它不一样 右侧有明显维修过的痕迹 这个就说明右后方之前有过事故 这个胶重新起下去之后 重新打过一次 所以说它这个胶就是凹凸不平 没有原厂那么圆润 我再给你们对比一下左侧原厂的胶口是什么样的 原厂的胶口就特别的圆润啊 你看不出来一点不美丽的感觉 右侧这个胶口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胶条我们没把 因为车主他不同意芭蕉条 咱就没动它 因为这个胶条进口大众扒弯之后很难给它复原 要用专业的专用工具 所以右侧只能判定有一个瑕疵事故 切没切割 要后期跟车主协商啊 扒开看一下就明白了 这台车副驾驶的磨损也比较严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秃鲁皮了 然后看一下这台车的厂牌 生产日期是11年的4月份 落户是11年 也是11年落户的 11年初11年落户 然后原车主应该是改了个AP的刹车卡钱 问了一下现任车主 这台车过户次数已经四五次了 然后这台车再加上钉帐钉回来的 可想而知这台车现在的车况是有多么的不堪 然后表台这一块盖板拆下去 咱验一下这台车气囊除没除 从这个位置看的话 副驾驶气囊跟主驾驶气囊的保险丝 什么都是正常的 然后看了一下方案盘 它这个主驾驶气囊也没有过更换 但是这台车仪表它有拆卸的痕迹 螺丝都有拧动过的痕迹 然后大家是不是看到这台车仪表里边这些锈迹 这些锈迹是正常锈迹 它不是泡水的锈迹 然后今天验车咱也没用到期末仪 因为这台车能踩的地方都踩过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二边期的车矿 大顶元期 然后龙骨刚翻新过 车主自己翻新的 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这车的外观 我以为是同行装个人 让我们过去收车 心生要蒙我们 后来啊 咨询过了 不是 现在很多就是装个人去卖车 尤其是很多一些车商 他不良车商 装个人去卖车 这样的话 个人碰个人成交率也会大一些 因为现在很多个人 他不喜欢在车商手里安排一台二手车 就喜欢在个人手里安排一台二手车 反正隔哪安排 只要是你懂二手车 你能挑的一台车矿好的 那就完全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你要是不懂二手车 我就建议你啊 无论是车商也好 还是个人也好 他们手里的二手车 你就别碰 也别买 直接买个新车 满满等等 你就看这台车 现在发动机 它这个拱框 我还特意把视频的声音调小了一些 因为你现在听到的发动机声音 如果是正常 视频播放声音的话 会非常非常大 里边哈啦哈啦 啪哒啪哒的各种声音 特别多 你再看看这个后盖上面的胶大的 这是便经大的 我感觉这台发动机 全是拿胶糊上去的 你下次再修的时候 基本上除了换发动机 没啥好办法了 这车真是让人造海完了 这台车全部验完了现在 车主系列预期是15个W到16个W 然后我们呢 压完车之后 肯定是收不了 也不能收这车 因为我们也没给它压价 这种车框的话 现在怎么讲 因为这个车车框非常复杂 你要说它是大事故的话 它还不是 前头一套 瞎吃 后边 右边有个碰撞 也是瞎吃 四个门全踩过 都是瞎吃 不能说是大事故 但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事故车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的工矿啊 太差了 它那个发动机不止 抬下来两三遍修了 大修两三四 那是轻轻松松 整体一个现在工矿 后边也没修好 发动机的后边也没修好 现在链条哗啦哗啦响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可能给你冷道上 这种车框谁最喜欢 修理厂老板最喜欢 三天两头修一次 五天六天坑一回 十天八辣月 没准就能把半台车钱给修进去 所以说这个车 如果是有点事故是吧 咱可以架上造 但是工矿这么差 收回来之后 转手给别的车友 或者是让下一任车主 接手之后 那下一任车主纯纯 那就是接盘侠 你就哭吧 天天修车 所以说这车的 现在处境特别的尴尬 咱也不能称人之伪 王狠了傻架 对吧 所以说这台车 咱就没手 给他出了几个小妙招 让他自己回家 静静思考一下 所以看到这儿了 兄弟们 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觉得二车 特别的坑 是吧 其实吧 最近给你们讲的 就是二车坑 是有点多 我总说二车 你要是不懂话 就尽量别碰 然后你有那钱 你安排个新车 比较合理 因为你不懂二车 你扎进去 就是纯纯赔钱 你一头扎进二车里 基本上想回去 有点难 你不交点学费 你从这坑里走出来 是挺费劲的 然后这期呢 你们要觉得我 哪个地方没讲透流 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所有的问题 都给你们回答的 明明白白 就完事了 我是老高年二车八戒 喜欢我 你就给我来个关注 顺便给我安排个 满满灯灯的爆赞 长按赞 有惊喜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